下面我们介绍第二张重要的八卦图 叫后天八卦 也叫文王八卦 因为这是周文王所画 那么周文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画了这张八卦图的呢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当年周文王还不是王的时候 他则是一个诸侯 叫西部侯 当时真正的王是桑州王 桑州王的残暴 错是周文王想推翻他 他的这种动向 被桑州王察觉到了以后 桑州王大怒 下令把周文王抓了起来 从陕西的封城 抓到了河南的尤里城 把他投进了监狱 整整关了他七年 周文王在监狱里面做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 众所周知 他写下了周一的六十四卦的卦词 另外画了一张八卦图 就是文王八卦 也叫后天八卦 这张八卦图里面运游军事政治的含义 和农业生产的含义 甚至于风水的含义 这张八卦图充满了智慧 其中使用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周五王 在这张八卦图的启发下 五王发昭 消灭了上周王 建立了大周王朝 下面我们来熟悉一下这张八卦图 通常文王八卦图 习惯化成八卦九宫图 九宫阁 这张图就是知名的文王八卦图 同学们发现这个八卦的位置 跟先天八卦不一样了 都搬动了 数字也不一样了 那么为什么 因为用途不一样 先天八卦是一个本体的卦 是中华大帝天文地理的总结 而文王八卦图 是要应用八卦的力量 去达到自己的军事政治的目的 还达到其他一些生产的目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八卦图是如何表达出 军事和政治目的的 那么在周一这本著作里面 孔夫子在周一的一传部分 写了八句话 来解释这张八卦图的 军事和政治价值 第一句 地出户阵 未来的帝王要从政卦出发 也就是从东边 春天开始准备 推翻上州王的行动 下一个卦 走到了迅卦 东南方向上 孔夫子说了三个字 齐护迅 指的是 在东南方向 春夏之交 要整齐的组织军事队伍 再往下走一个卦 离卦 孔夫子说了四个字 相见和离 指的是部队和部队 在南方 在夏天 彼此见面 互相熟悉 再往下走一个卦 坤卦 孔夫子说了四个字 自愈护迅 指的是 在西南方向 夏秋之交 要治愈 治愈什么意思呢 干活 干什么活呢 收个粮食 准备粮草 战争的准备 再往下走一个卦 对卦 孔夫子又说了四个字 说言与对 实际上这里要念成 预言与对 就是说在西边 在秋天 要说好听的话 预言 谁给谁说呢 这是周温王 要他的儿子周温王 给商周王说好听的话 同时要求他儿子 献错一部分土地 黄金美语 给商周王 目的是 周温王能够尽早获赦 后来果然如此 再往下一个卦 前卦 孔夫子又说了三个字 战户前 什么意思啊 要在西北方向 要在秋冬之交 开战 历史上致命的武王 伐咒 开始 这是我们华夏民族 历史上第二次大战 第一次大战 我们在齐门顿家的第一讲 讲到了 逐鹿大战 皇帝战 慈忧 这是第二场大战 周温王 最后战胜了商周王 迫使商周王在入台之坟 而后建立了大周王朝 这就是前卦 再往下走一个卦 砍卦 孔夫子说了三个字 牢狐砍 指的是 要在北边 要在冬天 要牢 牢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牢动 一个是靠牢 毫无意义 这里指的是靠牢 因为战胜了 打赢了 靠牢三军 砍卦是水卦 意味着用酒水靠牢三军 再往下走一个卦 更卦 孔夫子最后又说了设置 成延护更 指的是要在东北方向 东村之交 要建立新的政权 大洲开国了 所以这三八卦图 包含着丰富的 军事含义和政治含义 当然这三八卦图 也可以解释整个农业 播种收获 储藏的整个过程 限于时间我们不展开 那么这三八卦图里面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 深思的地方 首先 它的数字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这里又有历史上的 一段传说了 当年大鱼制水的时候 从河南那条河流 落水里面爬出了一个神秘的乌龟 这个乌龟的壳的图案 是特别的 这个乌龟壳的图案 跟这个数字相关联 下面我们把这个图案画一画 这张图里面出现了黑圈和白圈 你发现没有 白圈都是单数 一三五七九 黑点子都是双数 二十六八 然后你再来把这张图和周文王的八卦图的八卦书 来对照一下 你发现恰好和这张图呼应 当然这张图从今以后就叫洛书 所以周文王的八卦书来源于洛书 而且这个八卦书也很有特别的意义 同学们 我把这张八卦图分成两部分 黄线这一侧 左侧一部分 在奇门顿家里也可以叫左盘 剩下的右边 在奇门顿家里也可以叫右盘 同学们你发现没有 左盘的四个数字也一定很熟悉 八三四一 恰好和毛主席的警卫部队的番号相同 另外的数字更好记了 因为这个八卦书有特点 两个卦对着奇门家的数字之和都等于十 所以你马上可以写出另外四个卦的数字 九二七六 中央称为五 九五之尊 所以数字的特点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另外 它的数字的连线 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团 下面我来把这个连线连接一下 好 同学们 我把数字用连线连起来 大家发现 它的图案是双螺旋结构 和先天八卦的简单的S型结构不一样了 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加复杂了 另外一个特点 这个双螺旋的结构居然和我们人的DNA的基本单位 核糖核酸的结构一样 所以它含有生命的秘密 这又是这张八卦图的神奇之处 另外这个数字的解析 让我们也会吃惊的 下面我们做一个解析 这张八卦图的数字可以写成三届行列式 我们可以计算 这个三届行列式的结果 整个计算结果 我可以写出来 中间过程我就省略了 计算得到的结果等于360 360是一个循环数 我们的圆从头到尾360度 所以这张图说明是周而复似的图 反复循环的图 另外坦率的讲 360这个数字 还有神奇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 单个数字加起来 自合是什么 3加6加0等于9 360的一半180 1加8加0又等于9 180的一半90 9加0又等于9 然后90的一半45 4加5又等于9 45的一半22 2加2加5又等于9 我们再看一个 22.5的一半 11.25 我们把它加起来 11.25 4个数字下线又等于9 说明这张图数字有很大的神秘性 有一定的规律 我们再来看规律 两个对手相加数字之和都等于10 如果包括中间的5 如果包括中间的5相加的数字之和都等于15 这两套数字的千变万化 未来就形成了围棋的原理和魔方的原理 所以这张八卦图 无论是政治军事 人事 数学 生物 生命 都关联起来的 所以这张八卦图 能够被应用于奇门顿家 也就不作为奇了 实际上 后天的八卦数 除了跟洛书相关以外 它真正的跟天文现象 一个真实的天文现象 是相关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八三四一九二七六五 这些数字 是怎么呼应天文现象 我把观察到的天文的星座 写给同学们 同学们 天文学表明 我们在天空中观察到了 这样九个星和星座 和洛书是完全一样的 和文王八卦图数字也完全一样的 北极星 北边一 对面的天际星座九 然后东边的河北星三个 七宫星七个 东南的死腹星四个 西南的腐奔星两个 西北的天出星七个 然后东北的华盖星八个 说明文王的八卦数 不仅仅是露宿的传说 更是天文现象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 齐门顿家的模型 应该是个天地人的模拟 它不是孤零零的传说 而是有天文地理的依据的 所以这些知识 基本知识 同学们如果掌握得好 对于我们深刻的理解 齐门顿家 它的含义 将来断食的依据 会更加充满信心 关于两张八卦图的简要介绍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